看葛博士进入后持伸手矫健 四年前开始成立后的富裕基地 每年都会收容误补的后并进行救治 就是我们在和平岔渔港 会收这些渔民误补的后 然后有一些后因为它捕捞的时候 可能因为捕捞的过程 或者是它跟渔团有什么碰撞 身上都有些伤口 然后有些伤口很严重 像这一只就有裂缝 伤口很严重的我们续养 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它就会死亡 然后这些后我们会留下来 作为标本来教学使用 现在我们收到的后 一年大概都会收到20到30只左右 然后受伤的几率差不多是三成到四成 所以它其实受伤几率还蛮高的 我们一般都是收到受伤的后 我们就救伤试试看 有些后运气比较好 它伤到比较不严重的地方 它还是有机会可以活下来 那这个伤到前面就是内脏区域 比较丰富的地方 就不容易存活 拥有蓝色血液 价格不菲的后 是检验药品是否受到细菌污染的重要生物试剂 通常成双成对 供的后从上方抱住母后 想要辨别雄词 可翻开钢盔一探究竟 母后前面的脚都是夹子 母后前面的脚都是小夹子 它的脚都是小夹子 这只就是供后它的头很明显就不太一样 然后它的头稍微有往上凸起来一些 然后有两个凹缺的地方 这两个凹缺的地方是为了要从后面抱住母后的 然后它从后面夹住母后的时候 这个位置会比较贴合母后的位置 后又称夫妻鱼 也有人称马蹄蟹 透过保育调查研究 海科馆进行的后保育计划 深入全台21所国中小校园友城 除了让学生认识台湾后的栖息生态外 也能了解他们面临的危机及如何存续 让这对人类生活与医学有贡献的活化石 继续生存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